《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來到這集神神秘秘的節目 今集我們請了一位嘉賓 你見到我身邊有一位新的面孔 這位嘉賓是遠道而來的 他是來自台灣的 他的名字叫玉玲 是一位我們頻道的資深的 頻道的老師 玉玲我們賺到這次頻道的老師 所以你是怎樣走上Channel這一條路的呢 或者是你接觸那個新年代有多久呢 我就問一下玉玲 多多有10年了 如何走上Channel六樓 還有如何接觸新年代的時間 差不多有10年的時間 大概發生什麼事情當年 其實也沒有 因為那時候生完我女兒 然後朋友那時候她去參加 新時代的讀書會 就是上許醫師的課 然後她來跟我分享 因為離我們家很近 然後那時候因為生完小孩 也沒上班 那我就常常玩玩車推著 就帶我女兒去參加讀書會 那時候她剛生了一個女兒 然後因為生完嬰兒 她就很空閒了 所以就推著嬰兒車 有人告訴她 那裡在她家附近 就有一個新時代協會 就是許醫生 蔡詩的代言人 許醫生 然後她的中心在台中 在台中她家附近 所以她每一天就推著嬰兒 每天嗎 還是每個星期 就是她幾乎是一個星期一次讀書會 那有時候有一些活動 我可以去我就會去 基本上她會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讀書會 還有什麼活動她都會去的 那個時候有巨變嗎 你接觸身心靈之後 就是讀賽斯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衝擊 那是你剛剛接觸賽斯對吧 當年 對 可是阿嬤就超過幾個 有很多衝擊 什麼樣的衝擊呢 因為我是制約很多的人 然後她很多東西 就是一直把你打開 然後你會覺得 怎麼跟你接觸到 比方說老師講的 我父母講給你 整個社會的東西都完全不同 你已經辦到這樣 就是你會覺得 那個居然 就是原來我們是 不管做什麼事都被接受的 因為以前你都不敢做自己 很多東西你害怕被人家批判 怕被否定 那你就不敢 那其實我在裡面獲得成長最大 是我參加光的課程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就看他們有這個課程 那我就去問 因為一般 老師在上光的課程 是都要開說明會 我們那班比較特殊沒有開 那老師看我很積極 他就說好 那你如果找有 有辦法找到六個人 我們就開班 因為通常是十個人才開班 那老師是被我感動的 我就去找滿六個人 我先翻譯一下 那二玲就說 其實他是一個很多制約的人 他覺得接觸了蔡司資料之後 好像似乎所有說的話 都跟他之前 就是老師說的話 或者社會的一些規則 就好像很不一樣 然後他也發現了他很怕做他自己 所以他就開始 其實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接觸《New H》 在當年來講 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江的課程 那時候江的課程 他有一班比較特別 因為平常要救十個學生 或者有介紹會 儲個學生才會開班 當時玉玲要上江的課程 那老師就說 如果你真的這麼積極 你找到六個人 我就會幫你開班 他真的召喚了朋友 都召到六個人出來開班 那班太誠了 馬漢呢 那就是在上那個課裡面 因為他是一個星期 一個光色 那我在運作的時候是有 就是有很大的感受 那也有很大的成長 可以說一下是不是 比方說他每一個光色 他每一個光色是運作 比方說金色之光 他比較多的是釋放你頭腦上面的東西 那像可能比較容易頭痛啊 或者說你 那一陣子衝突會比較多 因為他在釋放你很多頭腦裡面的衝突跟紛爭 那你在外向上 你也很容易會看到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仔細的 每一個區塊 每一個區塊的把你打開 對 他是每一個脈輪 他一共有12個光色 所以是12個脈輪 每一個光色 它的要素與目的都不同 他說當時 因為光的課程 每一個星期 你要用光去打坐 去清洗自己 然後 他說 譬如說金色的光 就是釋放頭腦的東西 那段時間你的頭 真的會有 所有的問題 你會頭痛 他就好像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光色課程 譬如說 他有12個光色 去清洗你所有物理的東西的時候 他好像很仔細地 和你獨範獨範東西 很仔細地拆解你 又或者在那個範疇裡面 你開工這樣 OK 那後來你還是 怎麼樣可以走到 Channel這個路上 其實也是就這樣 一路這樣走過來 就是那時候 因為光的課程是美國一個 Tony 女士 等於也是他Channel出來的 那時候剛好他有來台灣諮商 然後 因為我剛接觸 然後 我也很高興 就去報名 就是報名參加那個 Reading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剛接觸 SPA 就是那Massage 然後我其實蠻疑惑說 我要不要做這個 那時候不太確定 是Tony的學生做SPA 我 那時候剛接觸 然後就是也因緣聚會 因為剛好朋友那邊缺人手 就問我要不要過去 然後我自己也蠻 因為其實我蠻喜歡這個工作 可是我就想說我適不適合 是一種莫名的喜歡嗎 嗯 然後就是 你就是會很喜歡這個工作 因為你在做的時候 你會很享受 你會很享受在裡面 所以跟你相關差不多是同時期的 就是那個時期 對差不多那個時期 那他的接觸缸那時候 也發生一件事 就是差不多同時期發生的 那就是他有朋友 他的SPA需要人手 那他就叫他去幫忙 那他就做一些SPA 按摩這些事情 他發覺他很喜歡這件事 是一種莫名的喜歡這件事 那後來呢 你發… 這個按摩 因為我去諮商的時候 Tony就問我說 我現在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把我的困惑跟他講 我說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做這個工作 因為 就是在做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想要發展跟人家不一樣 我不想跟傳統的那樣做 然後他就說 我會去做這個 是受到上司的指引去做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已經學 麵包烘焙一年了 我要去準備烤照 我本來就想開麵包店的 好 那時候 因為他剛的課程 整個資料 都是一個叫Tony的女士 整套資料 去傳統的 所以那時候 Tony媽媽 她叫做 就去台灣 所以她就很想去 見一見這個女士 有一個個人諮詢的時間 看到Tony媽媽的時候 她就問 其實我是否適合做按摩 做按摩 或者做這個工作 其實同時期 余玲是做麵包 是捏麵皮 粉皮 粉 粉 粉 就是麵包製作 師傅 她已經準備好執照 她打算開麵包店 然後呢 然後因為她這樣講 其實我已經報名 都交出去了 要去考試 因為她這樣講 我就沒考了 我就去報名學美容 因為我們還是要考那個證照 然後我就開始去認真學馬沙 這樣 因為Tony媽媽跟她說 她之所以會做按摩 工作是受到上司的指引 其實因為Tony媽媽說了這句話 她就決定不再做麵包師傅 就開始去學美容 而且因為台灣做美容 都要考執照 她就開始從事這方面的事情 因為 其實我覺得有受到鼓勵 因為上司說 你的上手是有能量的 那 因為我在做光樂課程很有感覺 我想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東西 用在更岸的身上 所以在她按摩的時候 她自己都覺得她的手是特別有感覺的 所以她也因為上司的指引 就是一種鼓勵 也知道鼓勵當然她就覺得 這個才好來韓國天福了 那你自己真的很有感覺 說一下那個感覺是怎樣 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接觸很多 就是 因為在新時代有一段時間 然後也接觸很多身心靈的 那像外面房間有很多這種 就是比方說 介紹身體的密碼什麼的 可是我在做客人的時候 總會覺得 比方他們會說 這首就是代表什麼 可是我會覺得 我這樣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它不是這個東西 可是是什麼東西 我又講不上來 然後 那你是在資料上的有些出入 對 然後有時候我會問客人 他會說不是啊 不是這樣 那我會很想再去找答案 然後剛好那時候 就是朋友去香田那邊做個案 他就說情音機 我就問他說 情音機是什麼東西 他說 我也不會講耶 就是轉世這樣子 我是基因 因為我是好奇爸爸 我什麼都想要去 他去一下 然後我就說 那我也要去 他說 都排滿了 排不進去 可是我覺得 這真的是因緣際會 剛好陳老師那一天 我就跟他說 我說 我知道 因為他還有在排 我說 你幫我排看看好了 什麼時候我都OK 那當時陳老師是李光當課程的 老師 OK 那當時他有個 他剛好課程的老師 叫陳老師 那我就 我剛才問他 就是 他說的手有感覺 到底是什麼感覺 他看到嗎 他說當時坊間有很多 關於這個 身體的治療的書籍 那他就說 譬如身體密碼這些書 那我看完這些書之後 但是他的手 接觸那些客人 他覺得不是那樣東西 他也跟客人問過 那些客人又說 不是那樣東西 他就說 其實他好像知道 是一些東西 但他又好像不知 如何進入這件事 好像知道自己是有些東西 那怎樣走進去呢 然後同時 他剛好課程的老師 陳老師 就去接觸 我們的商庭老師 我們是頻道的老師 我們是頻道的老師 然後他就說 我跟他提了這個人 然後他就說 是個什麼人 他說 好像說了一些 你轉世的東西 我都不知道 告訴你是什麼 他是一個好奇寶寶 他是一個好奇的人 他就會說 你去不如叫我去 他就開始去 到這個地方 好了 接收商店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實是排不進去的 其實是的 還有那個時候 他想去 陳老師說 對不起 排滿了 因為 很有趣的是 這個老師就是 他沒有打電話 沒有做通廣告 但總之每天 到7時開始 就有人敲門 跟他做諮詢 到下午3時 他就不做了 所以就排滿了 其實是不能進去的 那麼呢 而且因為我那時候在上班 所以我只有星期六 就是星期日 才有假 就是一個禮拜有一天的假 那時候才能去 那一天就是剛好 陳老師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玉琳我幫你排進去 我就很驚訝 他說他剛好在做的時候 有一個個案打電話取消 那他馬上把我的名字填上去 他就說 你不要再接別人了 我一個學生想要來 所以我很幸運的 在下一週我就去了 他上去那個禮拜 本來就是沒有位 但然後又是有一個人 解除了 因為他那時候上班 只是星期六 或者星期日 自打一天 他放假的 由他放假那天 有一個卡拉的位 可以放進去 然後陳老師大馬說 你不要再約別人了 和你排進去 他就可以進去 然後呢 然後我第一次去做 因為也不懂清印記是什麼 然後就是聽小妮老師就是 他就問我說 你想要處理什麼 然後我 因為我也不懂 我說沒有耶 我沒有什麼想要處理 我只是想要來看看 然後他說好 那我們就處理現況 然後就去 就整個了解 就拉拉下 然後我還記得說 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就躺在那裡一直睡 很放鬆 就一直睡 所以輪到我的時候 我才去做 然後講完 我沒有很大的感覺 那時候 因為他講很多我的轉世 那時候也不瞭解 然後只覺得說 好有趣喔 這樣子 可是我沒想到說 這種療程回去是會發酵的 那時候呢 他就說 去到那個地方覺得很輕鬆 當他在等著 他就躺在那裡睡了 睡了很多覺 到他之後 他不是很大的感覺 其實 剛剛他聽的時候 他就說了很多 他的轉世的事情 給他聽 但是他沒有想過 原來這件事 只是聽了他的轉世 那件事其實會發生效用的 怎樣發生呢 其實 你會開始覺得 你生命中有一些改變 有一些不同的改變 那你也說不上來什麼 因為在那時候同時 我那一陣子 剛好都在讀 克里昂的訊息 那我剛好那一段時間 我一直覺得我生命想改變 他剛好 我那時候跟朋友 就是分享 剛好讀到 有一集裡面 他教我們要做錢職 就是 錢職 對 就是把你的印記拿掉 錢是錢水的錢 還是勘 就是重新砍入新的印記 類似這樣的動作 他是把你舊的印痕拿掉 重新 好像給你的細胞 給你的生命下新的指令 類似這樣的 那時候 他發覺他的生命 你簽了一次 已經發覺有不一樣 還是你簽了一陣子 沒有 我就簽了一次 因為後來排不進去 就是清了一次之後 他真的發覺 他的生命 真的有一些不同的改變 同時他在看另外一些資料 那些資料就是關於 將一些你自己的印記去清掉 或者一些你自己裡面的東西清掉 然後再接入一些新的東西 剛剛這麼巧合 覺得他好像在體驗 他在看那些資料 所以呢 因為那個簽子要做一個月 那他書上有講 大概就是可能要三個月的時間 你會反應 然後那個時候 我也不曉得是做那個還是清音劑 可是我覺得其實都有影響 那個清音劑 我後來會覺得說 它會發酵是 因為我在做光的課程的時候 我已經習慣寫日記 就是說我做這個光色 它帶給我什麼反應 那我會記錄夢 所以那時候我就 做的夢我都會記錄 那我再回去看自己去解讀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夢境是不一樣的 那很多東西講不上來 因為那時候覺知沒有那麼的敏銳 可是自己知道生命是在改變 是不同的 這一次的智商已經有 人家做一個月的反應 你是說 就是後續啦 後續一直出來 因為那時候工作 所以你有跟克里昂那邊做一些治療嗎 沒有 沒有 就是那個 我就有去做那次清音劑 然後 然後後面的 文波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剛好也在 就是看克里昂的訊息 那它裡面的練習我都有做 那就覺得說 自己知道有不一樣 可是是什麼樣 那時候還沒有很明確啦 他同時看克里昂的資料的時候 因為他在書上有些練習 接著做了一些練習 然後他發現 他生命是不斷地出現著 一些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變 那什麼變呢 又真的說不到 但是你只叫自己變 蘇伊先生和自己選擇 我用廣東話 因為我自己都會覺得 因為為什麼 他令我記憶起我剛剛接觸上條老師的時候 其實不是我去接觸的 是我的學生去接觸先的 我說 嘎嘎接觸三年六 才我的學生先去 那我就一個觀望的人 我是比較觀望的 所以 那時候就去看看 那些人怎樣呢 那樣說 好呀好呀你們去 但是呢 我從事了這麼多年人的工作 我真的好深深地發覺 其實真的 如果一個人要改變的話 短期是可以的 你可能有些課程 或者有些什麼人生發生的事 你短暫地可以去 去變成 另外一個模式的你 但是呢 很快你就會發回去自己的那個位置 但是呢 這一班人呢 尤其是一個朋友 那就是 這個人 我在他身上沒有反過 他的質是變了 他整個人的內涵變了 是有一種親和力 他以前是很酷的 不是他說的話不同 但是真的整個人變成 我覺得啊有意思 所以呢 我就不會去接觸 所以我剛才是說 我就是觀察我的同學 那我這麼多年從事人的工作 我發覺一個事情就是 就是一個人可以改變 是可以啦 暫時啦 暫時上一次課程 或者一些變化都會暫時改變 可是真正的那個奈涵 你裡面的那個整個人的線 那個料改變是彈何容易 可是我發覺這些人呢 我去接觸雙婷之後 真的像你說的 就是真的 他慢慢有一種 說不出來的改變 可是你知道他改變了 對對對 他就是變成 那個人比較親和 安安娜 比較親和 比較那個融化的感覺 我就覺得啊有意思 我才接觸雙婷的 那你再回到你那裡 後來呢 其實我第一次上他的課是 再後來是他到台中新時代開一個 什麼叫什麼課 擺槌 擺槌 對 然後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老師跟外面老師不一樣 那時候 新田老師就去台中 就搞了一個靈擺 擺槌 擺槌的課程 他就真的去上他的課程 他就真的接觸到這個老師 他教東西的時候 發覺這個老師跟其他認識的老師 不一樣的 就 比方說他笑的時候 他就是 就跟一般的老師 就是可能很拘禁 很在意外形 沒有 他也是這樣 坐下 就是大啦啦坐下 這樣子 那他笑呢 開懷大笑呢 他坐在那裡 也不需要說嚴態 就啪一聲坐下 就不需要很拘謹 或者很拘束 所以呢 然後剛好我有朋友 去上他的催眠班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上得怎麼樣 那因為 因為是我先接觸嘛 可是我沒有時間去上催眠班 我說那 我把清衣機的那個 講給他聽 他也很好奇 那是我那個 光了課程的同學 那他就去 然後回來 他就跟我說 很棒 他就這樣講 他就說 他不是只有教你 技術性的東西 他是讓你整個人是打開的 那所以呢 他就另外一個朋友 就上的催眠老師的催眠課 然後呢 他就問他朋友 覺得怎麼樣 他就說很棒 他會令到你整個人去打開的 好了 後面我們又長話段說 後來你就跟香天老師上課了 你就學習頻道這個東西 對 因為去清衣機之後 就覺得說 自己把方法學下來好了 那所以呢 我長話段說 再說 然後就說 後來他會跟香天老師學頻道 因為呢 他一直去做過 不如把這個技巧自己學下來 那就最好了 所以你學了 大耗毛錢美知識多久了 我女兒中班 她現在四年 哇 也快五六年了 她學了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所以五六年以來 你學到頻道 應該是很大的改變吧 因為我也是很大的改變 對 就是 你對很多事情 你會很抉擇 最明顯的是 我以前在讀賽斯資料的時候 我會覺得賽斯是賽斯 我是我 那她說 她以前看措施資料就是措施資料 措施資料 那我就是我 可是呢 去上課之後 你才會發現說 原來賽斯的東西是可以 原來賽斯的東西是可以 就是活生生的 是在生活裡面的 那她上課之後 她才發現 原來她上課之後 是活生生的 跟我們生活 在生活裡面的 而且說真的 那時候學的這個是 想要改變別人 不是想要改變自己 她說你剛學這件事的時候 她要想一下 怎麼用這件事 去改變別人的 不是改變自己的 後來呢 但是 最後來 就是到後來 你會發現 其實改變的是自己 在這個過程裡面 她發覺後來 最後改變那個 原來是自己 因為其實我當初想去學那個課 是為了我兒子 可是黑小時候那個課 很因為為了我兒子 因為她 她就是 她功課也還算不錯 可是她就是 寫字上她一直覺得困擾 然後我們有帶醫生去看醫生 醫生是說她是算學習障礙 而不是很明顯 因為她是寫字上 我們中文有時候會要 一點一撇 她會少掉那些 欸 我們剛剛 對上一集說那個 那個 印的狗的時候 就是有 普遍來講 有學習障礙的 都是老靈魂耶 對她是 後來我有 頻道過我們家的 那些個小孩 尤其她是336的 所以 她 其實我常常 常常在看她的改變 也因為我的改變 然後 像 因為我是親自己 我其實很少親他們 可是我發現 我的改變他們就跟著改變 在這個過程中 她其實是為了兒子去學習障礙 希望改變她 但後來發覺 真的改變那個是自己 她說 這個兒子因為有學習障礙 我馬上說 我們上幾集已經說 這個定男嬰 是一種小孩 就說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有學習障礙的小孩 如果你有這些小孩在身邊 真的不要妨礙她發達 其實他們是一些老靈魂 他們只不過 不能進入我們這個 這麼舊的 這麼無用的 不可以說 這麼無用的 這麼不想潮流的 這個教育系統 所以 因為這件事 而怡靈就因為了兒子 但後來發覺 在過程中 她都是清自己 但她清自己 她發覺兒子就開始改變 因為 Channel 其實我們發覺 當你清自己的時候 因為 實際上 會跟著你的信念去改變 然後 將一路走來 因為 我以前就是 一直對做身體 我不會講 就是 會很喜歡 然後 那時候 因為我們 那時候 就是 相挺就說 我們要發展一個自己的 算是治療村 類似普娜那樣子 所以我們就一群人在那邊 那她因為我會做身體 她就一直很鼓勵說 她也希望我做身體這樣 每個人發展自己的特色 所以 後來我們因為在那邊 開始發展一個社區 好像印度的 澳洲的 潘拿社區 其實她對身體 一直都有興趣 所以 商城老師一直鼓勵她 做身體的事情 好了 關於身體的事情 我們後面怎樣 我們會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回來 我們會說說 到底玉玲 她有甚麼強項帶來香港 或者她的強項是甚麼 我們待會再回來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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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回到下半部的 《神神秘秘秘》這個節目 余玲老師繼續說 她剛才說到 她開始用身體的工作 如何發展她的身體工作 後來身體的工作是怎樣開始的呢 剛開始我就是 就會比較照以前的說法這樣做 然後 那時候我開始想要做一些改變 因為我已經 就是 跟一些高齡已經接觸一段時間 他們會給我一些訊息 因為余玲老師在這個過程中 學習頻道的過程中 去到第五、第六年的時候 她一直跟高齡有接觸的 她一直有些訊息 收到的 她發覺其實按摩 可以有些不同的方法做 她一直想做一些 跟外面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 她有一些訊息 她就是像靈性按摩 她整合很多我以前所學的東西 然後也有進來一些療程 她教我 就是等於說 她訊息給我說 我做個案的時候要怎麼做 那個靈性按摩跟坊間的靈性按摩 有不一樣的嗎 我不知道外面坊間靈性按摩怎麼做 可是我發現我的靈性按摩 以我做個案這樣的經驗 沒有一個是手法雷同 甚至於連讀的順序很少有重複 她說她開始會有些靈性按摩的資料下來 她就會去做這件事 那我就問她 那個靈性按摩 其實坊間也有其他人做靈性按摩 是否類同呢 她說她其實沒有去接觸別人的靈性按摩 但是她就發覺她做的靈性按摩 就是她自己的頻道下來的 然後連摩的方法和那個順序都不一樣 她就不會 你是隨心隨意的去去去去去 不是隨心隨意 其實我在做的時候 我習慣會唸一段祈禱詞 因為我這個靈性按摩的療程 主要是大天使耶利米爾給的 大天使耶利米爾 耶利米爾 對 她說因為這個營性按摩的資料 是由大天使耶利米爾 這個天使給她的 所以她說她每次開始靈性按摩 她都會有一段祈禱詞 然後她就告訴我說 個案來的時候我要怎麼做 那天使就會在她告訴她 這個個案你應該怎麼做 她主要是叫我就是要先放空 首先她會教她就是要先放空 然後就是整個讓他們接手 我只是一個管道 然後她會依著個案她所需要的給她訊息 她的意思是說 有一些人你給她一次太強太猛的東西 她可能也承受不住 那有一些人是需要很大量的 有的可能就是你要給她敲行的 所以每個人不同 每個個案不一樣 有些她就會跟隨著她的放空 那個大天使 就會跟隨著她的方法 去給她一些訊息 也算是周星尼龜講話 會 那我就會開始 她就會開始說話給她聽的 因為有些人就需要一些 不是每次接受得到很重的東西 但有些人就是要一次過比較大量的東西 也有些人是要一夜敲醒她的 所以每一個人的手法 或者她的方式也一樣 我覺得有趣的是 我都會說她們有一個知識的手法 就是每一個人來 我現在已經大概有一個系統 就是說會先從腹部開始讀 因為腹部是我們最大的情緒共產 那裡面會等於是 你這一陣子所有糾葛的情節都在裡面 那她說基本上她已經發展了一套她自己的模式 她通常由腹部開始 因為腹部就是我們情緒的工廠 大部分你近期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情緒 都會在你的腹部出現的 然後 在這樣去讀完之後呢 我所在摸的時候那個能量會帶贏 不是說我故意要摸哪裡 是她那個能量本身會帶贏我 然後讀通常我現在發現她有一個次序一定會走完的 就是你糾葛清潔讀完之後呢 她會把你生命的歷程也獻出來 我會看到然後我會跟個案說 你比方你年輕的時候 你就業的時候你發生過哪些事情 是跟你現在發生的事情是同樣模式的 她說她會先去清理一些你現在的能量上的事情 她說不是她要去哪裏 特意摸你哪裏 而是那個能量就會帶動她去摸一些什麼地方 然後呢 她也會去清理一些你近期糾纏的事情 也會帶到一個 你看到你的圖案 和你以前的一些舊有的什麼模式有關 然後呢 或者一些你以前一些什麼的 以前的印痕 可以這樣說嗎 然後在網上可以去追溯到她的童年時期 子宮時期 然後她的父母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就是給人家烙印了 等於說是在胚胎裡面 就給人家烙印這個印痕 然後她這個印痕她後面連續發展的這一些 就是從那裏來的 她也會去讀到這個人在胚胎時期 就開始有些印痕 怎麼由這個胚胎時期的印痕 讓她發展到金人在她的生活裡面發生的事情 所以就是不一定是身體有毛病才來的 就是我想知道一些我的 比如說我的跟人的關係 或者是我的工作上面沒有成就感 那個也可以來做按摩的 都可以 因為我們身體我們都知道細胞會有記憶 那甚至於有一些個案 我就發現說有一些人 甚至於連她的轉世都需要知道 因為有一些東西可能是卡在那個轉世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去讀到她的轉世 因為我就發現說這個東西是 依這個個案她需要知道什麼 這個東西對她好像一個 一個key打開 那這個東西是需要 所以我就會發現她需要知道什麼 我就會傳遞什麼東西給她 也不是我故意一定要這麼做 因為其實玉玲說她不是故意要說什麼給她 因為她就會接收到這個人這一刻 需要什麼資料 有些人甚至要知道她的轉世 所以她就會說那個轉世給她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細胞有記憶 剛才我就問玉玲 我不是醫生背同 我才會找你 就算我是健健康康的 但可能我工作上經常都沒有成就感 又或者我和人的關係 不斷出現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我都可以去做這個 是的 基本上什麼問題都可以 好啦 我知道妳除了妳是按摩之外 妳還有其他妳的長項喔 其實那時候是 因為我女兒是讀華德福學校 那時候他們學校剛好需要手工老師 那因為我剛好會編織一些東西 那他們低年級都是由編織進入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都是帶高年級的班 學校就是需要高年級的手工老師 因為她的女兒是在華德福學校讀的 那時候她的女兒讀的時候 她的學校需要一個手工的導師 而且她要教高年級的同學的手工 所以她就會 因為她的手工她剛好會編織 所以她就剛好需要一個手工的導師 可是去華德福登道師 不是有華德福的跟點嗎 我覺得斯戴娜的東西 跟我現在在發展這個Channel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的 她講的都是從胚胎開始講 那剛好這個教育 像我們這樣做Channel做個案做那麼久 妳就會發現說生命的歷程是需要這樣子去經歷 那她這個教育方式是真的很符合所謂的人類的教育 妳本身已經有那個概念在裡面了 我有看一些她的書 然後我去上一些比較概念的私訊 所以當時華德福也有一些老師的訓練 然後她也會去上課 她發覺斯戴娜的主創人 她那一套東西其實跟她現在頻道的東西 因為她看每一個小朋友都是由胚胎開始看的 由胚胎開始看這個人 是整個全人去做一些教育性的東西 所以她其實不是一般的 因為我剛才問她 因為她的教育不一定有胚胎的底才可以 她本身也有這個知識 好了 成為受官老師之後呢 其實是很大的挑戰 跟我們想 小孩不會作章讓你乖乖天宜 那時候我就開始想 其實剛開始會想要用方法 然後後來小孩就說 你為什麼不需要用你的頻道 所以小孩就是一些很挑戰的動物 所以小孩就不要坐在那裡 看你做手工的 所以她一開始都是想用什麼方法 去對付這些小孩 但後來老師就跟她說 為什麼你不用你有識頻道 為什麼你不用頻道的方法呢 其實因為我們走這條路久 而且做個案做久 你就會發現 其實不是在外在的方法 是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接觸到頻道很久 你會發覺很多頻道的同學都會知道 其實跟外在的方法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已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有跟高齡接觸 那有時候我就會問 比如說我那時候帶三個班 那我每一個班要進去 我要被課之前 我就先通過 這次這個班我要怎麼帶 那其中有一個班 是 算是很多老師們都很疼痛的 所以那時候她在帶三個班 她每一次去教這班 她都會先去頻道 那我怎麼教這些班 但是這三個同學 其中有一班 就是老師最頭疼的一班人 她很多的孩子都太跳了 沒辦法坐在位置上 那她有很多小朋友 就是沒有辦法很乖地坐一張椅子上 她是很跳躍的一些靈魂 然後 就是都很調皮 那我們叫做調皮的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 然後你用傳統的 就是說 因為其實在華德福 它有一套系統 手工就是幾年級要做什麼 它是跟隨著你這個年齡的發展 需要去設計那個課程 而我也很認同 我也覺得這樣是很好的 其實華德福自己本身有一套手工系統 就是你幾多歲就學怎樣的手工 那本身月齡都很認同她那個系統 可是你在帶那個班的時候 你就會很挫折 因為覺得 為什麼你照這個方式帶這些孩子 就是你講你的 做他的 那她就對著這班學生 特別這班學生 她就覺得很挫折 就是為什麼我說我的 你又做你的事 就好像大家不拉肩那樣 那因為我本身就會勸腦 我就直接在班級的時候 我就去看這一班的能量 然後就傳統就發現說 嗯 他們很多東西是要往前推的 哦 那當她很挫折的時候 她在班裡面 好了 我這一刻我就傳統 那她就發覺 原來她收到的資訊就是 這一班子朋友 是要往前去推他們的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那時候剛好 湘田老師剛好在傳統手工治療的資料 然後那時候我也知道 有接觸到療癒那一本書的資料 然後也知道 因為很多人都會研讀十二感官 那我就發現說 這些孩子他們很多的感官其實沒有開發 那時候 這麼巧 湘田老師也在傳統手工治療的資料 也同時她在看一些療癒的資料 還有 在Stiner 這個 Wardoff裡面 有一個叫十二感官的一本書 他去研究人類的十二感官的時候 你發現這一班小朋友這十二感官 原來是沒有完全開發的 然後 我就 因為我 已經習慣用頻道 那我就想好 那這一班 我用頻道的來看看 他們 是在哪個點 因為其實他們 他們很多的感官 就是很多能力是失調的 然後你會發現 很多能力是失調的 失調 就是 比方說他可能 腦部用過多 可是 手腳是沒開發的 那她說 她發覺這班小朋友 她有很多的感官是失調的 這班小朋友有一個狀況 怎麼樣 腦部用得很多了 但是那些手腳是失調的 嗯 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就 那時候 就是小時候 常常唸書太多了嗎 其實沒有 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社會 太功利主義 然後 會逼小孩 就是太早說 可是他只逼他 某一個面相比方說 你只要把書讀好 什麼事都不用做 或者說 有一些父母 他會覺得 玩事不具意義的 那就不給你接觸 那這小朋友 為什麼他腦部發達 是不是被迫要去讀很多書 他都不完全是 但是整個社會來說 就是對這小朋友的一個輸入 就是 讀好一些書 或者玩是沒有意思的 玩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然後我發現那一個班級 很多小孩 他們都希望自己是最受關注的 我發覺這班小朋友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都希望我 是受關注的一個人 可是你會發現 他們都是 就是現在家裡小孩都很少 其實他們幾乎都是家裡唯一的小孩 雖然他們很小 但是他們很巧地 這班小朋友 都是家裡唯一的小朋友 所以這個東西 會有一個迷思在 就是我們以為 你就這一個小孩 我什麼都給他最好的 我焦點都在身上 那很多父母會覺得很疑惑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小孩會覺得說 焦點不在我身上 他還要那麼多的關注 我給他夠多 那好啦 很多父母的這個狀況就是 我只有一顆小朋友 然後我什麼關注都在身上 什麼都給他 什麼都給他 什麼都對他最好 為什麼小孩會覺得 他不夠關注 不夠關注 為什麼呢 其實那個問題是在於 你給的不是他要的 問題就是在於 你給的不是他要的 這件事真的 相信現在很多 在看這個節目 是父母 你真的會有這個狀況 你從來沒有父母 想想你給的東西 是不是他要的東西 所以在那班 我後來圈就說 傳來的訊息是說 這一班我要戴羊毛斬 那麼呢 傳來的時候 他就決定 這一班同學 戴羊毛斬 什麼叫羊毛斬 在這裡 就是這些 我女兒做的 這個是她的女兒做的 羊毛斬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因為他們 我發現那一班的孩子 他們需要很多肢體的動作 那洗羊毛斬 因為這樣洗 所以他的肢體是可以動作的 因為這班小朋友 他傳來到他們需要很多動作的 然後當你洗羊毛斬的時候 你真的要去洗他們的 那這個東西 有很多肢體的東西 又有觸覺 又有動覺 又有觸覺 又有動覺 我抓住他的好飽不一樣 就是每個孩子 他自己要的東西會不同 那這個有趣的東西是說 他們在這個洗的過程裡面 當時我只是想說 讓他們的課程可以很流動 然後 因為在史丹娜的教育裡面 每一堂課都是有療癒的 原來在史丹娜的教育裡面 他每一堂課都帶出一種療癒的效果 他發現每個小朋友需要的不一樣 他發現每一堂課都有一個很特別的流動在產生 然後 因為我自己又是身為治療師 我很希望把那個 就是那個課程的效果 我也希望說它是達到有療癒效果 那因為他 原來本身也是一個治療師 他對自己有要求 他希望每一堂課都 為這班小朋友帶來一些療癒的效果 然後 所以在帶那一班 我也不曉得說 是不是因為 我自己也很用心 然後感動上天 就是 小孩他在洗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孩子 他是算 他不是調皮而已 他是很多老師家長都很頭痛的一個小孩 那他說呢 他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他裡面有一個小朋友 就是 這個小朋友是令到很多老師和家長 特別頭痛的一個小朋友來的 那就是他在洗好之後 他的作品 我看到一些東西 那他發現這個小朋友 他自己洗了他的毛巾出來之後 他在他的作品裡面 他竟然讀到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我就發現 他的作品裡面的線條 色塊 透露一些他內心的東西 他發覺他的作品裡面的線條 以及他的色塊 就是他的顏色的地方 就會透露一些他內心的東西 然後比方說 他那時候的線條 我就發現 哇 講述很多 他為什麼在學校會這些行為 背後的故事 那竟然他的作品裡面 會說出了很多 為什麼他在學校 某這麼多的行為 背後的故事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的作品很特別 有故事 那我就跟他說呢 你的作品很特別 有故事 可以借老師帶回家拍個照留念 可否借給我回家拍照留念 所以我就把孩子們的作品 我都說回家 那他就把小朋友的作品 都拿回家先 然後我就把它拍照 然後就拍照 然後因為 也因為他這個東西 就是他有洗羊毛簪的 算是羊毛簪的手工兒童治療的 一系列的療程 就被我全都下來 那訊息就下來 那如果通過他做這件事的話 他就關於小朋友 楊無尖的治療的療程 整個寫了出來 然後我就針對 就是幾個老師們 比較頭痛的孩子 我就照那個療程 我就去做 去解 那我就根據這幾個 特別令人頭痛的小朋友 就跟著他 頻道下來的事情 去做 和去幫他去解釋 對 我就去解讀 他裡面的訊息 就是蠢他的作品 對對對 又由他們的作品裡面 去解讀這批小朋友 裡面的訊息是什麼 然後我就會去看到那些孩子們 他在子宮期 胚胎期是植入了什麼 為什麼導致他 會現在有這些行為 還有這些小朋友 到底在子宮期 和背胎期 都會直入了 即進入了什麼 今天這種行為 然後我覺得更神奇的是 因為他後面會有一段訊息 是說 你要如何對待這個孩子 或者說 你以後跟他相處 你要怎麼做 有方法 算療癒的訊息 對 可是他都會是方法 然後呢 他發覺那個療程的最後面 他會告訴你 你怎麼去對這個小朋友 你後面應該怎麼做 原來他有方法的 像比方有兩個孩子 他們兩個都很調皮 可是接出來的方法是不同 比如兩個很孕的小朋友 他接下來的處理方法 又不一樣 比方有一個孩子 他是 他訊息是說 我跟他講話 或者說 每個父母師長跟他講話 是要跟他四目交接的 有一個小朋友 他的方法就是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要四眼 要眼睛的 要看著 因為他的 應該說他的接收啟動 是來自於視覺 因為這個小朋友 他的啟動 是視覺的 來自於 所以 你如果用聽覺 用觸覺 你跟他講 你會發現他好像都沒聽到 如果你用聽覺 你這樣說 或者你去觸碰他的話 其實他沒有什麼東西收到的 所以我在下一次上課 我就用那些方法 我發現 他都聽進去了 那你又發覺 那個孩子上課的時候 用這個方法 那個小朋友 都可以聽進去 而且 他就可以做得住了 那他就 和這幫小朋友 開始真的搶步嗎 就是那個孩子 就是針對他的方法 我就要去寄每個小孩 不同的方法 所以每個小朋友不同方法 但特別這個小朋友 他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他就真的可以 乖乖地坐在這裏 好了 因為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還要介紹一下其他的作品 能量衣 對 另一件事他會做的就是能量衣 好可愛 這個是 因為我很喜歡編織 他很喜歡編織 我有一次在催眠的時候 去看到我的轉世 我是一個巫婆 然後我那一次都會織能量布 那他那一世是會織能量的布 那他那一世是會織能量的布 那他會織能量的布 那會有一些圖案 就是要守護動物 那因為呢 他說這一隻呢 叫中紅 中中是中 中色的中 是 啡色的紅 因為它是它守護的動物 所以它織能量到它下來之後 就把它織了下來 那它這個圖案織能量出來 每一個顏色 線條 都有一些 都是有象徵的意義的 那當它織下來的 這些圖每一個顏色和線條 都有它特別的意義 所以穿起來就會帶著某一種能量嗎 因為對 守護動物它是會強化你這世的能力 那因為守護動物 是會強化你這一世的能力的 然後 像我的熊是 讓我更落實這個物質大地 那因為這個熊也會令到它 去更加落實這個物質大地的 然後就是因為我是治療師 那它熊它本身也有那個 就是把愛給出去的那個能量 那它不上個字 有一個紅 就是有一個 從外傳出去的能量 我們還有抓緊時間 還有它會編集 這個是 因為我會在香港的塔羅中心 開能量儀的課 那這個是我設計的一些 所謂的基礎課程 因為有的人可能想一下子衣服 好到的作品 有的人可能會怕 那像我這些就是 基本的課程裡面會教的 就是先從起針下針上針 這些做法 那因為要教這個東西 也要讓你有一些小作品 有成就 所以就會有一些小作品 那因為它要教你的能量儀 其實有些基本的東西要學 所以這些就是初班 基本的學習的技巧 那有些很簡單的高低針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令到你可以有些成就感應 那所以呢 這裡有一些簡單的方法 對我來說的不簡單 不過 這個就是一個布墊 對 其實是教你配色 可是這個東西可以當隔熱電 好 這個是隔熱電 其實這個就是學怎麼配色的 那如果說我們把它 就是在支大一點 其實就可以變成一個背包 如果把它大一點 就像一個這樣的包包 對 你想像說你把你的 就是守護動物支在這裡 那它變成一個小包包 你可以想像一下 把你的守護動物 擠在這個包包裡 你拿著它 就帶著這種能量 OK 還有一個大一點的 對吧 這個是我今年 應該算去年冬天在提的 太漂亮 很漂亮 那這個就是去年冬天 常人家拿著的一個包包 全個包包 都是積出來的 裡面的扣 扭扣都是積出來的 好漂亮喔 很漂亮 很多人看到這個包包 就來跟我學便知 很多人問這個包包 也會跟它學那個編織 還有一些小動物 我看到這個是 你會發現他們都沒眼睛 那你發覺雞呢 這三個雞呢 因為在華德福教育裡面 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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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了解的話 為什麼我說國語呢 我說時間真的不夠了 所以今天可能會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的話 你可以跟他上課的地方 泰羅中心的網址在這裡 聯絡一下 你可以了解多一點 或者他今天晚上介紹會 所以已經隔不久了 如果你想了解的話 其實今晚我們有個介紹會 但不要緊 多謝他來 下一集其他主題再說 多謝大家